現在我要過去的那一座橋 是全巴黎最浪漫的一座橋 好像說什麼你只要閉上眼睛 然後許個願望 願望就會達成 我現在讓大家看一下我多近 準備要去搭船囉 Messy不哭 大概是15歐元 然後來回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現在要來搭船了 這個最前面還是後面 上面有一些人 現在我在船頭最前面這個地方 帶大家繞一下 船長是 他被頭暈啊 然後樓上是長怎麼樣 兩棟 這個是室內 這邊有賣一些吃的 就是非常無聊的類似 甜點 然後還有水 對 現在要走到二樓了 現在要走到二樓了 一開始是先看到最有名的 在我左邊 可以看到現在還正在維修 然後這邊也有英文的導覽 所以蠻好 先講一次大文再講英文 剛剛說這一次的旅程 大概會有一個小時 然後會經過二十二座橋 會遊賽納河 這個遊河呢 是十五 十五歐元 剛剛原本還考慮了一次 可是想說都拿得來了 為什麼不做一些觀光客的事情 現在經過第一座橋 現在看到英文解說 說現在我要過去的那一座橋 好像是全巴黎最浪漫的一座橋 好像說什麼 你只要閉上眼睛 然後 然後許個願望 願望就會達成 我現在讓大家看一下我多近 我現在就即將要通過這個橋了 好啊好 我現在要來許願了唷 你們大家會不會就是在許願的時候 明明說好就是一個願望 可是你就是把這個願望 上氣不接下氣的講完 而且使用然後 比如說 我希望這次考試的成績很好 然後晚上的時候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可以賺的錢 然後 我剛剛就是使用這種然後造句法 許完我這一個願望 就像剛剛那個解說的人不要騙我 這邊感受最明顯的是 在你遊賽納河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法國人他們是 如何度過悠閒的下午 真的就是三五好友 就是坐在河裡面這樣 我覺得很棒耶 你只要約在市中心就可以 一起看海 帶大家走在船頭最前面 這邊會放一些浪漫的 在河頭的感覺很棒 但是就是拍照的時候會滿害羞的 因為後面有很多人 會看著 這邊超美 唯一讓我可以分得出來的一座橋 好美喔 有一些金色的銅像 巴黎鐵塔在前面了 巴黎鐵塔就在那邊了 我發現呢 在船上真的很好跟艾菲爾鐵塔拍照 因為可以躲避人潮 你看我這樣怎麼樣自拍 都可以很好地跟他合照 是不是很棒 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來做這件事情 而且做完這件事情 你就完全可以很驕傲地說 啊整個巴黎我都逛完了 因為一個小時帶你看二十二座橋 我覺得超級值得的耶 真的做完以後心情超好 才十五歐元而已 我覺得我寧可不吃晚餐 我也要 就是來做這個觀光客的事情 好啦 那今天的坐船體驗 就到這邊結束啦 掰掰 給大家看一下 在船上空也很大 空好大